各位朋友,这个星期五,5月31号的时候,将在新加坡21届香哥里拉的对话会上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与中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董金举行首次的会晤 这次美国方面的诉求是希望与解放军东部战区建立沟通热线 中美两国的军事联络渠道断道了,联系不上了现在 因为2022年的时候,佩洛西老婆子窜访台湾,引发了北京强烈的不满 暂停了两国之间的军事沟通渠道 去年11月份,美中两国元首在美国的加州会谈以后 什么那个加州会谈呢,就是电话会谈以后 双方同意部分恢复两国军事的高层的沟通 包括重启两军战区的指挥官的通话 但是呢,两国防长一直没有会晤 奥斯丁上一次会晤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那还是在22年的12月份呢 说这个两个人这次的会晤 外界呢,寄予的希望很大 而且呢,这一次呢,马昭旭去华盛顿 也希望呢,能够会谈防止美中误判导致冲突 这是美国希望会见马昭旭 说别误判美国啊,是吧,好吧 董军呢,将在6月2号在香格里拉的对话会上 围绕着中国全球的安全观做大会的发言 中国呢,似乎没有兴趣为全球和地区安全 营造所谓的安宁的范围 美国之轮是说,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宣誓就职三天以后 中国警方军东部战区就出动了多军种 对台湾进行了惩戒性的围堕演习 希望呢,这一次呢,经过防长的这个对话呀 能够建立和东部战区的联络热线 美国方面当然得吹吹牛了 美国之轮说,那必须啊,得告诉中国呀 说这个台海和南海问题 这个美国一定会这个守住和盟友的承诺呀之类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谈话应该是武统台湾的摊牌 这次谈完话以后 中国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了 因为美国呀,狂妄自大 是吧,这个根本没法跟他谈 我只想要去追问一下 我认为了,我认为了,我认为了 在谈论中和澳洲的谈论中 谈论中,但从一个党的主要 看法,你会看中国在这一年 的情况下,现在是有没有 增加上的营运力量 和谈论中,是有 any hope of course talks can make a difference. Having those mill-to-mill communications, those senior channels open actually allows for the avoidance of a miscalculation. So absolutely talks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we certainly welcome the engagement that the secretary is going to have tomorrow. In terms of PRC behavior I mean we've been pretty clear and we put out a report every year as you probably know about their developments and their military activity I mean we did see more intercepts last year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ve spoken about very publicly from this building. Respecting that the secretary is going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tomorrow I'm just not going to get into too many details but we certainly welcome the conversation tomorrow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As far as Chinese activities now how seriously you thinkPentagon is taking in the region because many nations including India, Taiwan and Japan, Malaysia and other Philippines they are being threatened and they are Chinese are now threatening of course Taiwan's goal is to take over Taiwan and U.S. lawmakers also be the new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all that. So how seriously and what steps do you thinkPentagon taking? I think we're taking it very seriously. I mean not to reiterate but this is the secretary's tenth visit to the region. The secretary is going to be engaging his PRC counterpart tomorrow of course issues that you raise whether it be activities around som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round Taiwan that's of course something that I would expect to be discussed but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I'm not going to get ahead of the secretary's meeting tomorrow so we will have a readout of that. 美国还在做梦呢 一个个的都在谈论 说美国如何通过高科技出口管制 来遏制北京武力攻台 那么我就请问 美国还有什么能够在军事上卡中国脖子的呢? 除了那个芯片的光刻机之外 美国还有啥? 对吧? 还有啥? 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是吗? 人工智能那玩意儿 现在在军事上有个毛用啊 对吗? 人工智能再说了 中国现在人家的大模型 用那个华为的芯片也没多差啊 再说了 你要搞人工智能的话 美国现在都搞不起啊 电不够啊 各位 美国现在的媒体都在讨论啊 美国那个弄人工智能 又不产生效益 对吧? 天天画两张图跟你这个对几段话 也收不上钱来 然后呢 用了那么多的这个美国的电力 是吧? 美国现在不是好多人搞这个比特币挖矿吗? 现在不是那个合法吗? 在美国是吧? 美国的电根本就不够用 好多地方经常停电 你知道吗? 还搞人工智能呢? 那么瞎扯吗? 你还有什么能够卡得住中国的脖子呀? 啊 根本就卡不住了 你看这个 人家台湾海军的一个舰长 都说了 三四十年前我在海军的时候 美国的神盾舰是我们的梦 三四十年过去了 这个梦已经变淡了 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动物的资料的时候 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整个的看着动物的资料 整个看完以后 我又看了很多网络上 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神盾系统就是动物 现在动物大驱是全世界海军的梦 055大驱是世界上最好的神盾舰 这可是台湾的退役的舰长说的呀 这才是他的舰艇之梦啊 哎呀是吧 那那位说 那中国如果真到了战时和美国要真的是对决的话 那两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怎么样啊 中国将是美国的几十倍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各位啊 尤其是在造船上 我06年大学毕业造船都造了十几年了 连我都觉得中国造船的速度恐怖惊人的 你看我们我背后的这个16000箱的大型的集装箱船 长度366米宽51米满载排水量已经超过18万吨 我们船务周期就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个四个月时间还不是我们的极限 你可以想象吗 这么大的两艘船在四个月之内 我们把它给搭载完成出乎下水 你想想如果是在暂时动员的话 我们的生产能力有多强大 为什么这些大漂亮对我们这么惧怕 惧怕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生产制造能力太强大了 然后大漂亮找借口说我们制造的太快 产能过剩让我们搂着点 搂个毛线呢 人家美国控制核心技术 控制市场垄断这些高端技术的时候 老美也没有说他产能过剩啊 现在轮到我们翻身了 即将要翻身了 现在大漂亮到处给我们找麻烦了 兄弟们 你觉得大漂亮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说我们退无可退 只能够干就完了 中国加油 中国制造 加油 露个毛线呢 干就完了 卡个毛线啊 干就完了 武统台湾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人家台湾的这些民众们都说了 可能马上就结束了 只不过空降把赖清德抓了就完了 大陆他会这样回来 他很正常 慢慢的靠近啊 到时候就直接就降落在松山机场了 我会骗你 到最后最有可能的情况 他们会派那个散兵 直接来台湾把赖清德抓去大陆 关起而归骗你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大陆他还是很爱我们台湾的同胞 他不会想要把台湾这些建设 把他弄的坏的乱七八糟的 这台湾的老先生是吧 直接把赖清德台独分子抓走不就完了吗 是吧 所以我说嘛 没那么复杂 真的到时候写一纸西文 邀请解放军入台剿匪 谁写这个西文 谁以后执政台湾 是吧 真的等解放军登陆的时候 台湾的这些民众 不会有人真正的想去玩命的 是吧 那两岸都是中国人 是吧 谁来不跟在家的炒土豆丝啊 而且 对吧 统一了以后 那台湾这经济建设速度 那不是日新月异啊 是吧 所以你看很简单的事 赖清德 跟家里边洗好了等着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